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且三周之内就要来核发核一室外干储厂的水保证明 那这卡关11年之后的问题 看起来似乎是已经可以解套露出了曙光吗 好 令委罗志强就说呢 民进党最大的问题是不愿意承认能源政策错误 才设下了各种条件来反核 那既然干事储存厂理由已经不存在 民进党真的应该来好好重新思考 重新核能的可能性啊 不过绿宏盛看去跳出来说呢 核一厂已经停转了好多年了 重要的关键设备通通都拆掉了啊 又不是设置一个室外的干事储存厂 就可以扭转已经储艺的结果啊 问题是人家在说什么 你在说什么呢 这个核四的这个前厂长王博慧 就跳出来告诉大家说 这个核一的干储厂启用之后有大用处啊 为什么呢 因为核二用过的燃料棒呢 就可以挪过去了 那核二立刻就有了重启的空间 而四月北台湾频繁在停电啊 核二人员仍然常住在场内啊 球都已经丢给民进党了 就看他们要怎么样来处理咯 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啊 这个世界的风向真的是有很大的改变 怎么说呢 G7有了爆炸性的发言 他们不再发表反核的言论 而且公开承认核能的环保地位 G7在部长级会议发布了核能共事的公报 他们表示我们认识到核能作为清洁能源的潜力 G7不再反核 就算本国不使用核能 也支持其他永和国家来继续发展技术 G7协议在2030年之前要派除掉燃煤发电 好了 所以现在要承认核能确实是能够帮助大家 得到这个清净的能源 洁净的能源嘛 因为大家的共同敌人其实就是希望能够减少碳排放啊 好 这一次G7的会议的主办国是意大利 意大利的能源安全部长也跳出来说 意大利认为除了绿能之外呢 核能对于2050的净零排放是能够发挥作用的 好我们看美国 美国54座的核电厂有9万吨的这个核废料啊 好是存放在3000多个干事储存箱里面 从来都没有任何的服势 外泄记录是非常安全的啊 好立委来时宝就说了 民进党应该要面对问题 现在G7都已经不再发表反核的言论 也承认核能的环保地位 那民进党是不是应该来检讨能源政策 也没有什么理由再一味的反核了吧 好我们可以看到核一的干事储存厂启用之后呢 核二旧的燃料棒挪过去之后 核二不但可以重启 而且核三也有条件能够研溢啊 结果呢 绿云却硬要扯说 没有没有啊 你看核一厂呢 是没办法重启的 这是搞不清楚状况 还是要想要误导百姓吗 那赖青的520上台之后 是不是应该还给核电研溢一个 可以理性讨论的空间呢 立文怎么看 我们深汉就是一个摆明的政治打手 完全违背良心的嘛 就胡说八道的 那他是一个就是环保团体出身的 但是呢在这里头呢 是完全背着良心讲话 那回过头来讲 当然是用核能嘛 这个也不是新闻了 那核能早就被认证为 就是最干净最安全 最便宜的能源 所以你现在全世界都要用核能 为什么 因为全球暖化 温室气体 才是对地球 对人类毁灭 最直接的威胁嘛 所以你要怎么样能够减碳 大幅的减碳 那就跟我们整个的能源 是有一个最直接绝对的关系啊 那你就不能够再用化石能源 什么意思 就不能够再用碳 碳是最脏的 不要再用天然气 不要再用石油了 那天然气还比较干净 比碳干净的多 但是天然气贵啊 那台湾是不产能源的 所以你怎么可能只是为了一个反核 反核四 然后完全不看台湾自己现实的处境呢 台湾所有99%的能源要靠进口 所以好 我们要绿能 因为呢 不需要进口嘛 太阳我们也有光啊 风我们也有风 但是问题是 它能够提供台湾发电的比例 就是非常的有限嘛 说过一百次了 我非常的支持绿能的 但问题是说 现在绿能 它连25%的发电量 都没有办法达标 连民进党这样使出吃奶的力了 连暗黑势力都用上了 对吧 然后呢 结果呢 他们想要达到的光电的比例 连一半都不到嘛 那怎么办呢 连一半都不到耶 那我们的核能 也不过就占了我们发电总比例的 20%而已耶 那这20% 你起码还有个核电可以撑着 然后呢 再加上个未来20%的绿电 那我们还有50%到60% 还是必须用传统的发电能源 所以对台湾来讲 这个已经是迫在眉睫 必须思考的 今天在谈研议 核一没有人在讲说 要核一研议了 现在大家都在讲核二核三了 所以它不要再混淆视听了嘛 你无聊无耻嘛 核二核三的研议也只不过是 解燃眉之急 我坦白讲这也不是一个永远 难道你不思考30年后的台湾吗 台湾就这么短事 只想三年 只想五年吗 所以你终究 你必须启动核四 你不可能不用核四 一个全新的核四场 你不用 核二核三研议是必然的 我说了 是解决燃眉之急而已嘛 那你接下来 你看看我们要改用天然气 你要盖三阶四阶五阶 我们的整个的海岸线的环平 它都过不了 通通都要靠政治力高压 硬杠 硬是让你通过 破坏千年藻礁 然后在这个基隆 它还有基本上是安全的问题 还不是只是环保的问题 那这些东西都是告诉你 台湾如果再不好好的 理性的 现实的 在思考我们的能源 那未来台湾怎么办呢 我们还有一个 这么厚脸皮的行政院长 要下台就下台了 还讲说 反正到2030年 店都还够用 2030年一晃眼就过去了 现在已经2024年了 剩没五六年的时间了 那2030年之后怎么办呢 台湾是要怎么样 全面产业 全面通通的破产 倒退吗 你这不是一个 完全不负责任 然后大家集体 这个温水储青蛙 没有任何的危机意识 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 一个地方啊 台湾是一个 不可思议的一个地方 所以了 那今天民进党 不是完全跟着美国人走吗 跟着欧盟走吗 跟着日本走吗 那美国 日本 欧盟 都说要用核电啊 你为什么听不进去呢 那欧盟说要废死刑 你毛起来要废死刑 即便违逆了台湾八成的名义 你也想废死刑 那欧盟告诉你要用核电 你怎么不用核电呢 那日本人家是最苦的苦主嘛 对不对 311大海啸 大地震 人家都用核电了 台湾在那边还吓得半死 说不行啊 万一海啸来地震来 怎么办呢 台湾就不会有海啸啊 美国 美国商会每年讲 美国商务部也讲 美国政府也讲 美国在台湾的美国商会也讲 你怎么可能不用核能呢 这次百思不得其解 他觉得台湾真是神奇了 是不是 所以民进党是怎么样 哪里挖到石油 挖到天然气了 你们告诉我 哪里挖到了 哪里挖到石油 哪里挖到天然气 台湾哪里产能源了 你跟我讲 你可以这么拍胸部的说 我们通通都不需要核能了 这不是一个非常莫名其妙的一个国家吗 所以回过头来 该研绎的赶快研绎 该这个核四该启动的赶快启动 这些都还不够 这些都还不够啊 大家都不用思考二十年后的事情 三十年后的事情嘛 因为你一个能源政策 就像你今天要重启核电一样 不是你今天说要重启核电 明天就可以研绎 不是这样的 不是你说我们要启动核四 明天就有核四的 从你520好了 我们举例赖清德 对不对 忽然间吃错药了 没有 忽然间良心发现了 说520说我们要重启核四 那最快要两年以后 最快也要两年以后 所有的行政程序 技术问题 程序问题也要两年 更何况他不可能讲 所以啦 你今天要改变整个能源结构 不是你说今天改 明天那个能源就会长出来 就会生出来的嘛 那所有台湾这么多读科学的人 台湾有这么多受到高等教育的人 这个思考为什么老是被少数人绑架呢 被这样的一个民粹被这种反制的 政治领导反架呢 这个绑架呢 赖清德想清楚吧 过去我们听到民进党反核的理由 一般来说就是说 没有地方放核废料 不然就是质疑放核废料储存的安全性 不然就抬出国际的反核潮流 但我们看到了现在没有反核的潮流 今年在意大利召开的G7部长级会议 罕见的在会后直接发表核能共事公报 表态未来G7不再反核 那今天如果核废料的处置问题 又能够解决 国际潮流也不再反核 连色彩清绿过去也坚决反核的 童子贤都跳出来告诉大家说 他肯定核电有助于净零减排嘛 那民进党还有理由非要死抱着 非核的神主牌 据要老百姓花大钱来帮台电亏损买单吗 惠文哥怎么看 我们从4月1号 今天都已经5月2号了 上个月的4月1号开始 这个大家电价都被调涨了 那这个等到观众朋友 收到电费的通知单的时候 就看看你被涨了多少钱 因为这个时间点 我会觉得比较奇怪 今天遇到谢龙介我特别的开心 因为第一去年的 这个总统大选的期间 龙介兄 他是侯侯仪竞选办公室的干部 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 在这个大选的过程里面 他这个尽心尽力的在帮侯侯仪复选 这个刚刚曾立文委员提到这些 这个核电 核四这些问题 侯侯仪有提吗 有啊 怎么没有提 他提的也被质疑很多啊 因为大家记得吗 2020韩国瑜要选总统说 他是反对的啊 他反对核四啊 因为为什么因为他说他是新北市长 他才刚当选啊 你也好了 你要核四重启 你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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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瑜跟张善政 一通电话都没跟人家讲 就说他要重启核四啊 核四在哪里 核四在新北市啊 所以我可以体谅侯市长 这个19年的时候 他为什么说 你们都没有讲 我们是同一党的 那现在换他要选总统的 他说他要重启核四 他立刻被质疑说 你怎么还来付去啊 还恰恰 我想这个过程 龙杰兄都可以帮我作证 好 观众朋友我们讲重点 请问大家 侯侯仪有当选吗 没有嘛 对不对 我讲废话嘛 好他拿几% 拿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得票率 33%多的这个得票率 他落选了 那就结束了 不然呢 当选的是谁 就40%的赖清德当选 赖清德18天之后 他就是我们的总统 那我们在讨论这个 到底的意思是什么 赖清德这个大家都很清楚 为什么要去 我感觉 现在到底是要翻案 还是怎么样 你一月13日的投票 二月以后李欢迎的这个报道 二月二十号的开议 今天五月二号 已经选完啦 不是这样子吗 这到底是到底 你2025非核家园 这个是民进党跟蔡总统的这个承诺 我们也都知道 这个是民进党的神主牌 所以呢 这个选举的意思告诉你什么 就是2024跟2028 民进党执政 他要推非核家园嘛 那刚刚郑立文委员讲的 我也都尊重啊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应该是在 2028的大选来对决啊 不是 刚选完啊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去 去讨论民进党 他就赢啊 不是这样子吗 虽然立法院是 国民党是脆弱的多数 加上民众党可以过半 可是执政党还是民进党啊 不然怎么办呢 你选举你就说 那侯友宜的主张 就是33%的人支持而已啊 不是这样吗 所以观众没有 你说这个行政院议会说 要来补助台电1000亿 他是第一次补贴吗 我跟各位讲 他每年都补贴啊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啊 他不是 不是今年才补贴 他每年都在补贴 你只要有税收的 操征什么的 他要准备一笔钱 去补贴台电 因为台电不敢涨价啊 那郑立文委员 谢农介委员 都可以帮我作证来 我也在哈远宜的节目 一直在跟大家讲 我也从来没有改变我的立场 2012年 我就已经在当评论员了 当时的油电双长 是马总统执政 那说是国民党 是完全执政的时候 观众朋友 国民党爱骂被骂惨了 可是呢 可是国库是大止血啊 现在我们刚讨论是电而已 他那时候 马英九他连任之后 他连油都涨 这对不对 这当然是对的啊 可是当时 马英九的两个副总统 肖万长跟吴敦立 包括立法院长王金平 通通出来反对 连国民党的立委都骂他 可是油电双长对不对 当然是对的啊 为什么大家那个逻辑都想不清楚呢 我们不要叫日本人说 我们好骗 不要跟爱情走 四国间做官 不要这样啦 你那天的空气 你都不能涨不能涨 不能涨 就是大家买单啊 你全面动涨 你就是全面去补贴 我们的电出问题 不是你有问题 也不是我有问题 是民进党的能源政策有问题嘛 是我们的经济部跟台电问题 所以呢 我们一度电才三四块 他要用一度十二块去买电 为什么 因为快跳电了 快没电了 经济港民营电厂装 天价去买电 台电是第一次去买电吗 他买很多次的 是你不知道而已啊 是不是这样 所以观众朋友 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 不要用国民党 还是民进党的角度去出发 你看看马总统那时候 那个时候2012的 有电双掌 观众朋友 你看这个国民党挨骂 国民党复杜多么惨痛的代价 国民党2013遇到洪中秋事件 2014遇到大长花 对不对 2014的九合一大选 国民党六都只剩一都 只剩朱立伦 俗嘎嘎嘎 2016直接被政党轮替 这表示什么 表示选民的水准没有到那里 他认为油电双掌是在欺负老百姓 现在国民党的立法院党团很抱歉 因为梁干那里是立院党团的议员 不离国民党你说要动场这样对 所以观众朋友我说一句没数而已 因为谢龙这是我朋友 我说一句没数而已 不过你国民党你现在跟我说 有一天如果我们国民党执政 我什么都不涨 我油不涨 电不涨 水也不涨 捷运也不涨 通通都不涨 不过你出来拚了 你拚我现在跟你收听 好以后我们三票都给国民党 国民党这件什么都不会涨 他不敢说 我笑你不敢 因为政敌不是这样算的 你这样怎么有意思 对不对 那时候国民党的理由 油电双掌 觉得国民党理由我不要说名了 他今天迟到我不要讲他名字 他说什么 他说台电可以倒 国民党不能倒 哪有人讲这种话 什么台电可以倒 国民党不能倒 台电是国营事业 台电倒的国家就倒了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这个是错的啦 这台电的弊端 台电的这个什么的 我们都要去把它弄清楚 对不对 我没有要帮台电讲话 台电一年给周一扣50万 台电有给我钱吗 没有啊 不然台电你那个 50万寄来一下 不是这个 我是开玩笑 大家不要再讨论这个题目了 我觉得很奇怪 是赖清德执政 赖清德他不会放弃飞 赖清德的专家在这里 是谢隆介 他不会放弃飞和家 他不会自己打脸的 他也不会改的啦 赖清德是个很拗的人啦 你说我们来认错 飞和家人是错的 我们现在来开放核能什么的 你是不是赖清德吗 赖清德他就 他就继续撞了 撞到老黑老地 然后全民买单 这样太无所谓 赖清德是不会变的啦 好不好 所以我们面对这个问题是说 你刚刚才选完 然后你觉得这个结果 你很不满意 我很不满意啊 对不对 侯友宜的九二公司 没有一个中国啊 什么时候改的都没有人通知我啊 所以侯友宜落选 我很高兴啊 但是就是选举都选完了 大家把自己去 三年啊 细尼 如果还有选举的机会 我们大家在针对这个题目来辩论 好不好 如果二零二八我们还有选举的话 好 不过这一次的电价上涨 老百姓心中感觉可能跟之前油电双涨 有一个地方是不太一样的 就是心里有相对剥夺感 为什么呢 因为奇怪了 怎么光电业者在发大财 结果我们在涨电价呢 好了 讲到这个光电业者发大财 先前爆发台南议长的会选争议啊 邱莉莉等人现在统统都获判无罪 检方的监听资料就显示啊 其实邱莉莉跟郭再卿有表态过 她说她要卖几亿的家产啊 也一定要拿下这个议长的宝座 但法官呢 说哎呀没有啦 他们只是单纯闲聊 展现竞选的决心而已 好了 那大家就想问 为什么单纯一个议长的位置 要花个好几亿 非要强刀手不可呢 就有人质疑 这背后恐怕就是牵涉到了 庞大的光电利益 最近警方针对立阳在台南 整个光电的弊案呢 就起诉了当时的英系装脚 谷盛辉 前台南的金发局长 还有陈凯琳啦 还有呢 包括像是一些这个 能源局的一些官员等等呢 他们都是在这个案件当中 被起诉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小二甲的禁令 走后门有一个关说案嘛 不法获利呢 据说是高达91亿 那从地方到中央 通通都可以打通关 到底是为什么呢 目前光是光电的 相关弊案 据说还有超过60起 还在侦办呢 不管是在技术啦 储存方案 还是国际潮流 现在都已经显示 我们现在看到的核电 不再是过去民进党 所谓的万恶的核电嘛 那既然如此 核电已经是可以用的情况之下 为什么还要绞尽脑汁 想尽办法来阻挡核电呢 因此呢 难怪就有人怀疑了 难道是因为 如果呢 台湾重启 重启核电 有核电可以用的时候 那躲在绿营非核家园底下 这些赚光电材的绿游泳门 会不会就要和西北风了呢 农界委员怎么看 不会啊 核电重含恢复 加上核四也盖的话 这些绿能啊 还是吃饱饱 我没骗你啦 因为这个绿能啊 是占了 我们不可能把火力发电 拉到百分之五十六十以上 所以纵然有了核四 纵然核一核二核三都研溢了 我可能还是需要绿能 所以这个补贴还会在 在我们的核电也似的大家 这是固定的继续的 但为什么议长会选要花那么多钱 各位不要忘了 因为我们当时在台南是 把它冻结到西滨六十一线 快速道路 以东才可以发展 当时要事半 以西是绝对不能发展 所以他们要取得议会的多数 要把这个自治条例解套 他才能再取得大片的土地 继续开发 台南市 台湾现在只要有四 每十块光电板里面 就有四块是台南市的 我们公开那么多 跳电也是继续在跟我们跳 好 那法官看到了 这个议长会选 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 讲得很清楚 要给多少钱 然后你万一用五党级选举 我会抖内你 还会分票给你 半票给你 就对了 说半票给你 如果万一落选了 我还可以给你领四年的薪水 你去看这个房子 我还可以打八折 这不是对价 没什么是对价 好 然后你今天来 你来报案 说你被恐吓 那派出所在你家隔壁两分钟 你为什么先跟你老婆去吃东西 显然你没有心生畏惧 你不害怕 他不知道说他是去吃豬蜜蜜 他也不害怕 很害怕 北京也害怕 而且十个人一致性的翻供 法官选择相信了 法官选择相信 今天还有放风声说 检察官起诉 政绩力巩固不足了 检察官已经 我是不好意思说了 那这样的话就是 台南地检署高端的放水 哇 太厉害了 我把你起诉 沸沸扬扬 把你击压 然后送到法院一定会判无罪 有这么厉害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为什么当时 你再往前看 整个光电的利益 还加上炉渣的利益 那现在还有几个暗藏 里面光电 里面是有炉渣的 这二十年你是不一定会去挖 我跟你说 我冬孙我一定给你挖 我没骗你 看你要走一走 这次我 国民党没掉了 我去司法委员 我就是要叫法务部长去挖 好 那现在来了一个 郑明前新的部长 我还是对台南地检署 有高度期待 各位你不要小看这个补贴 你补贴台电一千亿 两千亿 不就不够 你再补贴一早就不够 那我现在跟地检署讲 你怎么办 你买这个农地 是不用缴税的 而且一百 几乎都是一百零五年以前 所以他也没有两岁合一 皇帝合一了 那变成说 我跟这个农民买了 跟地主买了 我一分地 假如三百万 那你让我实价登陆 登陆一千两百万 你也不必缴税 我可以再给你 多给你五十万 那他只收到三百五十万 对不对 那一回买10家 就三亿五千万 好 那我报出来的土地成本 是十二亿的 我全部都是从银行搬钱 这七成就好了 我就拿八个外出来了 我说这个 你如果又听不到就对了 你就有够漏了 为什么还有很多案没有办 然后 这拿出来 他太阳能板 他还可以带哦 他还可以带 所以还没有盖好钱 已经回收三杯了 那后来这二十年 台电跟他买的店家 他去付贷款 二十年后 这些土地都他们的 都打赏又探土地 刷入头前 钱就回收了 你给你看 资本额有苦补吗 资本额十万 变级要几千万 资本额 资本额 要给我们够两个 资本额还五十万 还给我们乒乓 还五十万 这太阳能光电 资本额十万 比小吃店还不搭 小吃店也还资本额 二十万 这就是民进党 吃香喝辣 为什么 官商勾结一条龙 从经济部 部长自己去找 头额找好了 他五日空 还要走 他头额找好了 去跟国家的头额找好了 放我们在这 没没收 他优秀的公务人员 他如果没有他 套就得到 为什么叫小二家 就是两家一家的 然后陈凯林 就弄了一个联合审查小组 全部都切成了 两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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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家这样 再够一个就是 宜电共生 我去跟历史说 宜电共生是 宜死电生 还要给我够 我在等你 我等到今年还没来 后来 在前年八九月 他知道怎么办了 因为我有去历史 他撤销了九张 宜电共生的执照 各位为什么我要针对 宜电共生 因为宜电共生 他是比一般的太阳冷冠电 我们还要多给他18%的补助 他够拿我们18%的钱 你听不懂 他没钱 最近这两个月 就有很多渔民赶出来 破文 说那个够的 他找官员到现场看的时候 是怎么办 去买虎子来绑 买虎子来绑 好 你看这 破了 乌虎子这么大笔 我跟你说 那个乌虎子要执三串拔 那都做鞭子 那都做鞭子 要执四串 你宜电 你那段时间比较多久而已 你看 破了乌虎子那么漂亮 你破中间说 你养这什么虾 很虾 你看白蜜 你看 看有可能 没有啦 我台南人看多少不够 看有什么疑电共生 有一些少数几个肠 那为什么要补贴你18% 多了18% 因为你要能养殖的话 你还要打底 还要定做 你跟我说 你疑电共生 你动这些都阿宅 不好意思 叫阿宅 你动这些都烦恼 我们到余温去 你看 只要有在养殖 一定会有打水车 除非你是乞蛤蟆 温格 没打水车 所有温子就对了 都没打水车 没上手 你跟我说 他一定共生 我会疼得疼 所以这个还会继续补贴 他们才能继续吃香喝 好 如果纵然 核电回复了 你别怕 你不要挡核电 核电 核一 核二 核三 核四都用了 我跟你讲 我们还是缺利的 所以我们当时才主张 乙核 养绿嘛 慢慢让绿能上来 你跟我说 你千斩 花八千几亿 我跟你讲 十二年前 大陆的太阳冷光电 就跟太阳花一样 会赚 我们一片标 我们一片地下 在那里 人家就 一样的太阳冷光电 就多了你 百分之二十三 以上的发电量 好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事实上 现在看起来 这核电 确实是可以解套 因为核一的 干市的储存槽 现在有机会 要来启用了 可是洪生汉委员却质疑说 你这时候火速来核定一个干事储存厂 有很强的目的性 就是为了让核定人研溢 他还说这根本是忽略了核能安全 可是我们还记得吗 当时的王美花部长曾经说过 他说经济部都已经准备好了 如果这个核一的干事储存厂 如果什么时候可以核准的话 经济部都可以来配合 卡关都是因为地方在反对 那按照洪生汉的逻辑 当时的王美花 难道也是在忽略核能安全吗 绿营最爱挂在嘴边的盟友美国 现在他们国内54座核电厂 高达有9万吨的高放核费 存放在大概是3000多个干事的储存厂内 完全没有任何的外泄辐射的记录 最久已经放了几十年了 到今天都很安全 那既然美国用了这么多年都没问题 现在我们这个干杵厂更加的吸引 到底民进党政府要怕什么呢 先前赖金德说 有必要之下 打不排除要重启核电 那既然现在有机会解套的话 这必要的时间是不是已经到了 应该要赶快抛弃意识形态 能够让我们理性的一起来讨论一个 比较好的能源政策 这样不好吗 蔡文怎么看 先回答你的核能问题之前 我先回答回文兄刚才的指教 他讲说有一个人讲台电可以倒 国民党不能倒 那句话是我讲的 但是还有一个下面一句话 他没有引述 下面一句话就是说台电根本不会倒 国民党会先倒 意测成真 我为什么会做这么大胆的判断 因为我跟你讲 我不客气讲 当时马英九跟他旁边那些人做决定 一点经济脑筋都没有 第一个2008年当总统的时候 石油价格每一桶150元历史天价 所以所有的中油 大家都觉得应该要赶快提高油电双涨 以便应付危机 我就能耐地告诉他们说 芝加哥企货交易所 伦敦企货交易所 所有的油价都在往下走 企货往下走是什么意思 现后价格往下走 他不听啊 宣布了以后 大家很生气啊 结果过了四个月 现后价格一路往下走 结果呢 中油公司乖乖的价格往下调 被骂翻了 你不是自己找麻烦吗 你应该去问那些什么 问那些能源厂商比较准 你怎么几个书生问证 做这么一个错误的决定 国民党选票跑多少 就问一下国民党选票跑多少 我跟各位讲 选举通常不会单一议题 不是什么两岸啊 核能啊 都不会是单一议题 有时候经常是说 是不是穿LV是来重点啊 真的啊 选举就是这个很荒唐 会有这种现象啊 回过头来谈这个核能 发电厂的干式柱存厂 那个干式柱存厂 请问一下在谈这个问题呢 有谁去看过 王美妖看过没有 我都怀疑 洪斯坦看过没有 我跟你讲 我在核一睡过觉 我在核二睡过觉 我在核三睡过觉 这个干柱场 我亲手去看它怎么做 我亲手去摸 我还是看头进去 看那干素厂怎么装 我够格讲话了 我觉得技术上没有问题 的确啊 美国在弄这个东西 也没问题啊 这是美国的发明啊 可是民进党当时 所有的立美全力反对 因为他们为了反核四 就跟着反核一核核三 为了反核一核核三 为了证明核能 有太大太大的缺点 就把这干事储存长 顺便骂下去 结果国民党没有人敢表态啊 那时候朱立伦在当新北市长 他也不敢核准 侯耀仁接下来当新北市长 他也不敢核准 他也在讲 哎呀 这个核废料没有处理啊 核能没有安全问题啊 对不对 换句话说 已经被国民党所有该有的勇气 都被民进党立营 所有的媒体给震慑住了 当时的口号叫什么 我是人 我反核 我公开跟你讲 你要反核先 都不是人 根本不是台湾人 害死台湾 为什么这么大声 当时 所有人 所有立法委 公开还是坚持的 顶着林立雄的 群众来打我的车子 还有很多国民党来说 你干嘛开车就撞人 群众打我 什么时候我撞人 大家都试过境迁啊 那我要提一件事情 洪森那你在干什么 一个环保团体了 就出来这边 混上了不分区立委 然后就开始讲了有的没有的 那你就先跟你王美花讲啊 对不对 还有现在马上要接经济部长的郭先生 你跟他讲啊 如果你郭先生讲的 要做的不对的话 你民进党可以提案啊 提案谴责郭先生 谴责王美花 不是吗 那你在讲什么 你在讲什么 我们台湾自己把自己搞死 把自己给耽误 我跟各位讲 想起来都是泪水 为什么 韩国的核电厂比我们晚盖 我们盖核一的时候 韩国人还搞不清楚核电厂 我们派了一堆人去美国学核电的时候 韩国人是我们后面的学弟 然后还偷偷操我们核电厂工程师的作业 结果人家现在呢 核能大国 真的是核能大国 还可以卖核电厂 卖到全世界去 我们呢 我们现在还在吵说要不要装干事储存厂 我们怎么轮到这个地步啊 谁造成的 李立雄 谁造成的 民进党 谁造成的 一些盲宠的人嘛 你根本不愿意去研究 不愿意去调查 不愿意去理解 我还到胡岛核电厂的灾变现场就看过 所以我要说 今天我们应该深自悔改的时候 赶快批准这个干事储存厂 民进党你不要再闹了好不好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 先前习近平在马耳熙会上表示 两岸都是炎黄子孙 没什么不能谈 政协主席王沪宁 他在接见国民党的立院党团时 也表示两岸没有人想打仗 不过国安局长蔡明燕就说 希望两岸能够合作 维持台海稳定 避免形势失控 可是他又强调说 他看到美国一直在对大陆划红线 告诉大陆哪些事情不能做 他认为这对稳定台海是很重要的 吴钊燮也告诉外国的媒体说 台海的冲撲并非一触即发 也不是无法避免的 但他呼吁民主国家一起来合作 遏制威权的扩张 意思就是说 只要民主国家合作 就可以避免台海的冲突吗 看起来吴钊燮对美国的期待 还是非常的高嘛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从选后 大陆就不断地在对台湾释出善意 那么习近平也说 只要认同两岸都是一家人 没有什么问题不能够商量 赖清德不是也认为 两岸执政党应该有良性的沟通吗 既然如此 现在的蔡政府 而又何必还要在这么样的来重压 压保美国吗 蔡文怎么看 我跟你讲 国际上靠山山岛 靠人人跑 乌克兰靠美国 今天下场如何 就是一个给大家活生生的例子 我们台湾人不是喜欢当一日乌克兰人吗 现在当几天的乌克兰人 当两年的可以了吧 这个就是一个很现实的国际政治的结果 习近平当然有提到所谓的炎黄子孙 中华民族 但是民进党不认为 他认为我们台湾人不是炎黄子孙 我们台湾人不是中华民族 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两岸就不同属于一个民族 那不同属于一个民族 两岸之间会怎么发展 那最好去翻一翻 普瑞泽写的书 他叫艰难的选择 好像第185月有特别提到 他说台湾如果去中华道的否定中华民族 会使得两岸进入一个对台湾人 高度不利的危险境地 因为它会使得中国大陆所有的老百姓 支持北京用最残酷的武力修理台湾 这是普瑞泽写的 不是我讲的 然后柯文哲曾经看过这一段 还是跟普瑞泽谈话 他很相信这个理由 所以他只要鼻子摸一摸 承认他自己是福建同安人 那民族要不承认 那蔡明燕说的好像跟我们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别 也许他情字头子干久了 他有看到我们没看到的东西 他说美国不断地对中国大陆划红线 那我们怎么看到中国大陆不断地要求说 这一条是红线 这一条是不可一跃的核心价值 就台湾问题 蔡明燕怎么是相反呢 是不是明燕兄 那我们瞧一瞧你的证据在哪里 那一条红线到底划在哪里 所以我只能叹一口气 如果国安局长这么有自信 美国划红线 那中国大陆就不敢怎么样 那我们就明天去问问马祖拨拨拨 到底蔡明燕讲的话是对 还是陈辉文讲的话是对 不敢不敢不敢 再来吴钊燮说 民主国家要合作二次威权扩张 就是二次中国大陆 那中国大陆的领土扩张 只有两个地方 一个就是台湾岛 一个就是钓鱼岛 那其他有没有扩张到日本去 没有啊 有没有扩张到菲律宾去 没有啊 所以其他民主国家跟他无关 他大概也不会来凑热到 我不晓得吴钊燮现在升官了 又脑筋也没有更加清楚一点 那现在到底大陆 有没有对台湾释出善意 那傅芬奇说有 马英九说有 但是民进党一口咬定 绝对没有 你们是18同仁 你们是被骗了 你们是为人作嫁 因为我们认知跟理解差距太大 所以显然极同鸭讲 那可能只好这个让老百姓去决定了 那不管蔡政府也好 或未来的赖政府也好 可能还是要跟美国拉帮结派 不过很遗憾的 我们台湾人不是犹太人 因为犹太人至少皮肤是白的 我们台湾人再怎么医美 皮肤还是黄的 那竟然皮肤是黄的 你要美国把他们看成一家人 可能有点难 还是要把炎黄子孙改成炎白子孙 他们才能够接受 我也不太懂 所以有人说自家人 跟民进党入口不是自家人 那要解决纷争 我们的纷争有点的复杂 从1950年到现在 我们都没有停止过 那外人来插手 因为很多外人想插手 不过他们都插假的 因为什么 他们不敢下重本来读 可是对岸敢 这问题的差距在这里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 过去蔡政府在处理两岸问题上 过去就曾经把筹码重压在美国 尤其是川普的身上 但最近川普在接受 时代杂志专访的时候 就被问到说 美国是不是会派兵来保护台湾 结果川普就拒绝说明 他当选之后 到底会不会协防台湾 可是我们回顾过去 川普也被问到过 好几次相关的问题是 他都是回避表态 不然就告诉大家说 我应该要模糊的答案 才能够有筹码 去跟大陆谈判等等 郭正样就认为了 这就是川普 他叫做交易式的孤立主义 美国优先的路线 让川普的立场就变成是说 只要是有筹码的 都可以来跟我交易 那现在大陆有满手的筹码 可以跟美国谈判 如果我们也不愿意 接受大陆的善意堆叠 还要走过去蔡政府 八年的老路 一味地来依靠美国的话 那请问我们有什么筹码 在国际的谈判桌上 来跟人家喊架呢 还是像网友说的 台湾恐怕一定会被美国 当成是一个谈判的筹码呢 郭文哥怎么看 时间的关系 我们来做五讲真答 没有讲评了 520的就职国宴在哪里 我不知道 光电容量最多在哪里 刚才谢龙介有谢提 雨时电升在哪里 那重量在哪里呢 赖清德得票率最高在哪里 去年总统大选的时候 谢龙介还跑去拍 这个YT的影片 官方你看这一片 这个都不是 不是海也不是湖 这整片都是光电板 我很久没有去台南 台南怎么变成这样子 你们在干嘛 你这整个画面看到的 都是光电板 你看这有网友 连纳谷塔都不放过 你们有病吗 雨时电升 雨时电升 谢龙介都当地找里长出来的 你们还是投胎清德 昨天不是有人到凯道去抗议吗 我请问抗议的朋友 你们有多少人投胎清德的 要去手 你不要投胎清德 又去抗议代清德 这个有点有点有点奇怪 那很抱歉 还是要回答主持人的问题 你看这国民党的参访团 回来 这是已经回程在桃源机场的 然后今天联合电话是说 南委访路成果封硕问号 只拿到开放的小礼 一度忧无法回台 我觉得很奇怪 礼物还有分大礼跟小礼 原来是这样子 那请问大家对等跟尊严是什么 当年这个大陆的这个总理是温家宝 温家宝他讲的两个字 叫做让利 一讲哇 马政府翻脸了 怎么可以讲让利呢 那我请问大家 让利应该谁让谁呢 当然是应该我们让大陆才对 什么大陆让我们呢 为什么是 我请问国民党立委 你没有什么 我们有什么资格去跟大陆要礼物啊 你这个手伸得出来 你要拿礼物给我 你凭什么啊 那我请问大家 在大陆种相关水果的农民怎么办 大陆没有人种蚊蛋吗 有啊 怎么没有 那是你不知道而已 大陆没有人做台湾的这些农特产品 都有啊 我跟你讲 很多都是我们台湾的人去教他们的 没怎么办 那你现在开放的 我们要照顾台湾的农民 我没有意见 我也是吃台湾米 喝台湾水大 不理我 那大陆的农民谁来照顾呢 大陆的农民就 怎么会这样 所以我们要求 这个让利 我特别提到这个 这个对等跟尊严 我们要跟大陆健康的往来 第一步是什么 第一步就是把ECFA给废了 我们已经让大陆让利很多年了 不要再叫大陆让利了 我们有什么资格叫人家让利 这应该是我们让利 我们就不要再做这种扭曲的事情了 好不好 等我们有这个自信说 我们不需要大陆让利 我们可以跟大陆健康平等的往来的时候 两岸才能够真正坐下来谈 不要让大陆的同胞看不起我们 我是看不起除了谢龙介之外的那些国民党的立委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爸爸按个赞哦 先前NCC人事案爆出有所谓的亲律媒体大亨介入 结果服务院党竟然没有人出来给老百姓一个解释 那么之前NCC的官员到立法院备巡时 蓝莹就踢爆说 官员在委员会开会之前竟然还先跑到民进党团的办公室 和民进党团来沟通协商吗 从过去进电视审召过程中就传出所谓的国王人马 邪命告诉媒体监管单位 要让审召过关是总统的旨意 立委要看资料也不给看 到现在爆出说政党媒体大亨在背后还下指导旗吗 那这独立机关还有独立性的存在吗 难道就像在党执意的说 其实恐怕已经变成是党义机关了吗 龙介委 过去八年这个NCC为民进党崛取了太多的政治利益 所以他们可以说是无所不用齐己 他不但是东厂 他做妖娱 做XXX 还做打手 那不但这样子 他也热得当这个角色 所以张你看看 那陈耀祥来 我跟你说 今天张不是我在这顺的时间 张我这顺的时间 这样就到了 我一定很难看 但是张是黄国昌的这顺 我坐在台下 靠那个宣兵夺主 我说人家说立座没台人 更加坏的那个插头就对了 供党 他参加上去 你进去做起来 他就不会给你围栏 你是特认官 是政务官 你到立法院来备巡 我是台客依类 但是他不是 他宣兵夺主 一个委员在跟你问 他的问题 他没说 你这样让人民看到什么 哎呦 看到什么 他就自己竹底下来 问题没有 所以我才会 挡着就变起来 他是 他在说什么 我说的三一会 那不是 不是我 我不用那 我才会去说 那就是 我用核娜威 把他搭 就摔摔了 所以后边我就问 你说到那有价值 你想要刺激 你过去做那么多事情 但他也不好意思 因为你越是这样形容他 他离开这个职位 他换到的东西越多 他会到更高的位置 所以我把威乐啊 准备变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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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来拼管长 原始我背你五六一个 对不对 他乐得当这种政治意识形态下的NCC主委 所以这次送来的名单 为什么昨天我们一定要表决 把它送去委员会的组织法里面 我们现在如果不改 如果今天这个组织法不改 新进来的这四名 如果我们全部否决 我跟你说他继续当主委 他就是继续当 所以我说 他说得很好听 我没做 然后民进党那些委员就拱火 陈主委 没做得太大 没做得太大 这样 刚才浪狗烧狗就对了 尤其民进党看到黄国昌 还会略狗 尤其柯建民在现场 没做得太大 差不多叫他 放狗狗狗 没做得太大 我去 怎么跟你法院变成这样子呢 所以我跟阿公 我说你不要这样 他要有分寸 不要我说话他就听不懂了 所以我变成我去这一瞬 他可能像我跟阿公 他比较难听就比较客气 不要这样嘛 对不对 你要做打手 你如果用政治意识对台湾 我用政治意识跟你对抗 所以我上来的时候 我就说我放弃一切 所有管理 然后你可以问我 我也可以问 即问即答 你也可以问我 这样来啊 这样来输而已 对不对 这个个人 他就叫他